第一个我没有打电话给他 也没有传简讯给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张一扇受访被问到一脸不以为然 但学姐黄静莹气愤在脸书发文炮轰 说这一次要为自己勇敢 骂张一扇才是该被社会唾弃的人 并po出上次截图 原来张一扇在节目上声称 黄静莹当初因为不想选立委 于是用骚扰的理由告一个市政顾问 还说市政顾问其实只不过要学姐去多跑地方装脚 可能电话打太多 让学姐觉得被骚扰 甚至警告选民要离黄静莹远一点 拿过去的事件出来加油添醋 说谎煽动民众的情绪 这样的人应该为他所作所为道歉 也应该为他所说的话道歉 为他不尊重女性道歉 两人冲突原因就是因为近来 前民众党议员参选人曾言杰 声称遭国民党议员周小平示爱骚扰 黄静莹也透露 去年选举时曾被周小平夺命连环抠 而他所指的市政顾问就是 曾替学姐辅选的前市府顾问刘佳仁 2019年他被报偿利用植物之变频繁传讯 甚至把人叫进会议室关门讨论 让学姐深深感到不舒服 当时闹出轩然大波 刘佳仁也黯然请辞 因为那时候他声量很大 那个男生其实很受伤 因为他还有家庭他要想好 那你外面去你说你骚扰学姐 那那个男生怎么知道 总不过是比较积极的要他去做一些事情 那他不要不要就酸了 跟人家讲说人家骚扰 毫无边界的在别人伤口上面撒盐 我想真的是非常的不意外 也非常的悲哀 作为人妇的你 难道毫无道德边界 讲出这样子的话 难道您不觉得可悲吗 骚扰事件两种解读 但可以确定的是 黄静莹 张艺善 两位席日市府同僚 如今翻脸成仇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Covid-19来势汹汹 民事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民事新闻台